她是举世闻名的女性指挥家 却放弃美国蒸蒸日上的事业 回到韩国拯救一个即将解散的三流乐团 这个消息一出 爱乐乐团的伙伴们瞬间炸开了锅 对于空降过来的车是因他们并没有多大兴趣 反而更为担忧一直陪伴着他们的助理指挥 老吴本以为首席指挥的位置非他莫属 突然被人抢走让他大为不满 还找到乐团的代表质问是什么情况 可如今乐团的付费入场率太低了 若是不能改变这种情况 他们乐团要不要解散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面对高层的决议 他也只能听安排执行 毕竟那可是万众瞩目的车是因 且这个消息已经在媒体上公布了 另一边乐团的伙伴们对这个新来的指挥议论纷纷 都觉得那全是营销宣传出来的 他根本就没有那种化肤朽为神奇的能力 但也有肯定车是因能力的人 就在两拨人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车是因昂首阔步地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 此刻站在台上的车是因也发现部分乐手的不满 但这些都无所谓 在他车是因的眼里只在意个人能力 于是他便让团员们演奏异曲 看看这个乐团存在的问题 异曲未了 就在大家都对自己的演奏十分满意的时候 车是因突然就叫停了他们并指出里面的问题 虽然是第一次和大家认识 他竟然能准确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 这让人颇感意外 经过了他的一番说教后 代表也瞬间对他刮目相看 接下来便是由他来带领大家重新演奏 果然这一次演绎出来的效果比第一次好多了 等出来后一些人不得不佩服起车是因的能力 但也有人知道他这是想树立自己的权威 等车是因一脸疲惫地离开会馆 一个日思夜想的男人出现在面前 俩人虽然结婚了三年 但由于是因一直在海外发展 所以他们见面的次数也不多 男人很想知道是因突然跑回韩国的原因 但是因貌似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他现在只想男人给他弹奏一曲 伴随着舒缓的情音 疲惫的是因也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男人睡醒 身边已经没有了老婆的踪影 殊不知女人此刻已经早早地来到场馆 并巡视着日后工作的每一寸地方 忽然一阵小提琴拉响的声音传来 她也没想到这么早就有团员过来练习 等她循着声音来到传出的地方 没想到竟是乐团最年轻的露娜 作为出色的指挥家兼音乐总监 她一下就指出了露娜演奏的问题 并做出了修正 还亲自为她弹奏和声 而露娜是颗好苗子 世音也看得出来 此时的露娜还不知道她的人生就此改变 世音离开后来到了自立最老的朴先生房间 而朴先生手上的小提琴正是世音的父亲制作的 并且她还曾经是世音的老师 看着自己的学生成为出色的指挥家 朴先生十分骄傲 但世音却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她 直接指出老师的左手无名指有问题 朴先生也没想到这点细节都被世音发现了 虽然这个问题一直存在 但从来没有人有意见 没想到却因为这个 曾经的学生竟要把它换掉 可面对老师的哀求 世音也不为所动 老师认为他没有资格这么做 原来在20年前 就是因为车世音没有参加音乐会 导致爱乐被逐出了国家管弦乐团 面对此番质疑车世音也做出了回应 她说她就是来还债的 这也许就能解释她此番跑回韩国的原因 第二天她更是将老师乐团首席的位置 交给了刚进乐团不久的露娜 众人纷纷对这个决策感到不可思议 就连露娜都是一脸猛逼 成员们本来就对这个突然空降过来的指挥不满 如今撤掉朴老的位置 彻底点燃了他们的怒火 有人带头后 众人都纷纷带着自己的乐器离开 代表也没想到事情会如此失控 连忙在外面拦住了他们 可众人一番牢骚 弄得代表也无话可说 无奈只能找到车世音在谈谈 毕竟突然撤掉资历最老的朴先生 就连他都有点措手不及 可车世音只是用一句话就把他堵了回去 他回来接手这个乐团的时候 对方就答应全权交给他负责 而他也点出了这个乐团的痛点 那就是裙带关系太严重 在他这边只看中个人的天分和能力 所以对于他来说 露娜是最适合乐团首席的位置 可代表担心人都走光了咋办 但既然有人反弹 就说明改革的方向是对的 并向代表许下承诺 一年之内汉江爱乐乐团会成为一流乐团 否则他就下台 虽然这个条件十分诱人 但代表觉得更为迫切的是提升付费入常率 让他必须在三个月内提升50% 听到这个要求世音止不住地笑了 告诉代表你不妨大胆一点 95%会怎么样 面对世音强大的气场和绝对的自信 代表瞬间十分动容 另一边 乐团成员悲伤地和朴老告别 而世音则在后面看着那落寞的背影 毕竟那是曾经教导过自己的老师 此番抉择也并不是他表面上看得那么轻松 到了第二天乐团排练的时间 露娜更是坐立不安 因为昨天发生的事情 导致很多成员都没来排练 这时飒爽的车世音出现了 看着眼前的场景 她当然清楚是怎么回事 但也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让露娜去到乐团首席的位置上 随着车世音的动作落下 大家开始了排练 代表从监控里看到了这一幕 惊得张大了嘴巴 等排练结束后 她连忙找到了诗音解释 说只要她态度好一点安抚成员 他们自然就会放开心胸回来的 但很明显诗音是不会这样做 在音乐会即将举办的时间点 他们还公然地抵制自己 她告诉代表最多到明天 如果明天这些人没有出现 就当他们全部辞职了 并且她会重新挑选新的成员 诗音的说一不二 让代表左右为难没了脾气 没办法 代表只好一个个地找到不满的成员苦心的劝说 他们也害怕被开除 就暂时答应了代表的请求 在解决完这件事后 代表的心情十分舒畅 果然监控的画面已经坐无虚席 但突然发现他们此刻入座的时间 比平时早了很多 意识到不妥的代表瞬间感到几倍发凉 最后才发现站在台上的 却是被车士音挤掉的无指挥 还有他们竟将大门关闭并反锁 这时姗姗来迟的露娜却发现进不去了 代表也赶到了这里 才明白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 想用此番幼稚的行为来抗议 就在代表想用钥匙开门的时候 车士音走了过来 了解了基本情况后 不可一世的女人根本不惯着他们 直接在旁边找来了灭火器 光当一声 车士音的这番举动引起众人一片哗然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举世闻名的指挥家会这样做 成员们此刻看她的眼神都不对了 车士音却十分淡定地来到台前 告诉大家如果不想乐团 一直是个三流乐团 那就必须接受她的安排 如果都希望英雄守旧暗自排备 那大家都没出头的那天 面对世音的咄咄逼人和强力的说辞 众人只有接受现实 尴尬的五指挥也只能不甘地离开 随着闹剧结束 露娜也回到了她乐团首席的位置 排练正式开始 很快轻快地乐曲在这座场馆里响起 这是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世音注意到了她并没有理会 男人见此突然按响了旁边的警铃 突然传来的声音吓了大家一跳 世音似乎并不想和这个人再产生交集 便以不认识的名义将她驱逐出去 可尽管强装淡定 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挥之不去 在世音年少的时候 绝望的她选择跳海结束生命 却被正巧碰见的刘世仔救了上岸 捡回一条小命的世音并没有感谢她 反而责怪男人多管闲事 不曾想此番回应却勾起了世仔的兴趣 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刘世仔也没想到多年后再次遇到那个女人 对方竟选择无视了自己 便让手下开始打听车世音的信息 第二天露娜站在乐团首席的门口 却没有进去的勇气 碰巧这一幕也被世音看见了 但她并没有多做干预 当露娜来到餐厅时 那群人便对她冷嘲热讽 问她用了什么方法 才会让车世音指定她当首席的 没想到他们正说得起劲的时候 世音走了过来替露娜解围 告诉他们与其嘲讽别人不择手段往上爬 不如好好了解一下别人是怎么做到的 随后将露娜喊到乐团首席办公室 世音问她为何不用这里 露娜面露纠结不知该如何回答 其实她是担心被人说闲话 世音对她这些行为十分失望 让她不要再演戏了 收起那副唯唯诺诺的模样 原来世音早就知道 那次她是故意打开排练室的门 向世音展现自己的实力 尽管这些手段被世音看穿 但她并不在意 她就是需要那个充满野心的露娜 而不是现在这个假装无辜和善良的女孩 临走时她告诉露娜 如果做不到这些 就请她辞去首席的职务 与露娜谈完话后 世音便找到被她撤走的普老 而她这次前来正是恳求朴老重回乐团的 这番操作让老人一头雾水 不懂这个学生又要搞些什么 世音也坚信老人的音乐梦还没消失 她想让这个曾经的乐团首席回去培养露娜 所以她爹老师在乐团留了一个位置 另一边世音的老公找到了世音最好的朋友 因为她知道有男人曾去到排练室找过自己的老婆 便询问世音和刘世仔的关系 女人虽有惊讶却如是告诉 说他们两个曾经短暂地交往过 不过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此时准备排练的成员却发现敬重的朴老回来了 无不感到惊喜 露娜这时也看到了她 自从世音和自己谈过话后 她便想通了一切 大方地和曾经的首席打招呼 朴老也很自然地坐在了后面的位置 把前面首席的位置给到了露娜 这让成员们有点不知所以 还以为朴老此次回来是重新担任首席的 这次面对质疑露娜不再怯弱 光明正大承认自己的不足之处 当然也希望大家给自己时间来证明她的实力 另一边刘世宰手上已经拿到了车诗音的资料 里面却看到了让她奇怪的东西 突然敲门声响起 爱乐乐团的代表受邀来到了这里 不曾想却听到了让她不可思议的消息 乐团成员也自从朴老回来后 对车诗音的看法大为改观 已经有人开始替她说话 而露娜也在和朴老谈心后解开了困扰自己的心结 等第二天诗音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没想到刘世宰竟坐在了她的位置上 原来为了继续纠缠诗音 她竟将整个乐团满了下来 随后男人缓缓来到了诗音的面前告诉她 说曾和她在一起的三年 是自己人生中最好玩最美好的时光 她希望诗音能再次回到她的身边 如今诗仔还沉浸在那段记忆里 为了能和女神吃上一顿午餐 刘世宰早早地在外面等待 面对男人的邀请 回应她的只有大力的关门声 诗音多次无视她的行为彻底惹怒了刘世宰 等第二天排练的时候 她当众宣布了取消乐团即将举行的音乐会 老板此番任性的行为让团员们十分无语 大家都为了这次音乐会 付出了无数的汗水和努力 车诗音也明白 这是男人对自己做出的报复行为 等出来后 她气势汹汹地找到刘世宰讨个说法 刘世宰也开门见山地告诉诗音 她希望对方能离婚回来自己的身边 所以她必须要有能威胁到诗音的东西 她知道诗音最在乎的是音乐和管弦乐团 所以在诗音答应她之前 她会取消每一场音乐会 但诗音并没有因此妥协 她交了一份东西给代表 让她帮忙处理一下 而成员此时也想通过抗议来给高层施加压力 车诗音却阻止了他们 因为她已经将问题解决好了 刘世宰以为这样就能拿捏诗音 可如果她真的那么容易服输的话 怎么会在这个仅有5%女性指挥家的世界里脱颖而出呢 到了晚上的时候 刚运动完的刘世宰收到了手下一条紧急的消息 视频上车诗音竟带领成员进行了一场户外音乐会 这是男人根本就没想到的 在诗音的指挥下 乐队开始了震撼的演奏 路人也纷纷被这边的动静吸引过来 并且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不仅如此 她还进行了线上直播 让广大的网友们都能欣赏到这一场演出 从而正式打响爱乐乐团的名气 诗音早上让代表帮忙的就是进行户外舞台的布置 如果公司不支持那她就自掏腰包 所以当她和成员宣布进行这场公演时 她的形象立马就变得伟大光辉了起来 离开时成员们都对这个曾经不满的指挥 表示了内心最为真挚的尊重 而老公一直以来的支持 也是诗音能有如此成就的力量 就在这时男人接到一个来电 他去接电话的间隙刘世仔这才姗姗来迟 俩人来到了一处无人的地方 刘世仔真的没想到 诗音这场音乐会会如此成功 表示他下的这步棋真诀 直接将了自己一军 但诗音却根本不想回应男人 就在诗音即将离开的时候 手机里传来了一条简讯 上面让他到负一层的逃生楼梯里来 成员的李亚珍 尽管诗音感到十分疑惑 但他还是决定去赴约 当他打开逃生梯的大门时 却看到一幕令他吃惊沮丧的画面 那个忘情拥吻的男人 竟是对自己万般宠爱的老公 就在他久久不能消化的时候 后面一道身影将他拉了回去 他真的好电 他真的好爱 他原本只想买个乐团 静静地欣赏前任的他 却没成想发现了他丈夫的秘密 为了不让他知道真相后太过伤心 他私自取消了乐团的演出 并威胁诗音离婚回到他的身边 不然他就取消乐团的所有音乐会 而诗音只以为这是他的挑衅 所以很快就用一场户外演出将他击腿 但这场演出的成功 也让他亲眼看到丈夫的秘密 当男人想追上诗音解释时 却被刘世仔拦了下来 而此时男人身后的李亚珍 也终于得意地笑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要的结果 因为男人兼职乐团的作曲家和讲师 所以在诗音回国前 他们两人一来二去地就滚混到一起 然而诗音的突然回归让女人有了危机 他开始半夜发消息给男人 故意在男人的车上遗留自己的痕迹 但见诗音始终没有发现他的存在 而且男人还试图要带诗音重新出国 所以他彻底急了 于是就故意发来邀请信息 让诗音来见证他和男人的感情 他以为男人反正就要离开 他这一把火不过是加快了速度 可他的加速度 却是男人根本就没有的想法 因为他现在只想赶紧回去找到诗音 去解释这个无法解释的事实 至于李亚真他爱干嘛干嘛 然而诗音并没有回家 他一个人浑浑噩噩地走在路上 还差点被车给撞到 幸好被刘诗仔及时拉回 告诉诗音阻止他开音乐会的目的正因如此 不过这不解释还好 解释完诗音更生气了 音乐对他来说可比男人重要多了 看来刘诗仔这么多年还是没有明白 警告他不要插手自己的人生后 诗音就独自一人来到酒吧 看着丈夫打来的电话 他想到了那年 那是他作为指挥的第一次演出结束 身为作曲家的男人第一个给他发出祝贺 并送给他一首新的曲目 曲目名就是求婚 而他也是以此许诺要占据诗音剩下的人生 对于他的突然求婚 诗音有些吃惊 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就稀里糊涂被他戴上戒指 许下了后半生 也许是伤心的人更容易醉 没多久他就趴在了吧台上 直到这时一直悄悄跟着他的刘诗仔 才敢一脸心疼地来到他的身后 于是在丈夫再次打来电话时他接了 这话虽然说得非常容易让人误会 但刘诗仔却做得清清白白 在把诗音放到酒店后他就一直守在楼下 等诗音出现的瞬间他就直接冲上来 说是已经准备好了各种款式的节酒早餐 却被诗音选择直接无视 此时诗音的丈夫做了一晚上 脑海中一直循环播放着刘诗仔的话 这时诗音回来直接提出离婚 男人急忙开始解释 至于理由当然还是静默背了脖 眼见诗音要走他急忙使用了杀手锏 质问诗音昨天不也是跟刘诗仔在一起 诗音气他无耻反手就是一巴掌 还触动到了内心最恐怖的记忆 他的视野再次模糊 博耿也开始微微作痛 来到乐团后正好看到了李亚珍 两人四目相对后 诗音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但这却让女人有种被无视的感觉 所以他就非常豪横地闯进诗音的办公室 挑衅地说诗音竟然还敢来 难道不觉得现在两人的处境很尴尬吗 诗音没想到他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如果真的要走一个人的话也是他李亚珍 看着不知廉耻的女人诗音步步逼近 警告女人不要乱搞什么小动作 让他们两个处于没必要面对彼此的状况 随后让女人赶紧滚出自己的办公室 而这可把女人委屈坏了 委屈巴巴地给男人打去诉苦电话 但那边却始终是无人接听 所以等再见诗音 他更是气得牙根痒痒 在诗音对这次户外演出的不足进行分析时 毕指以乐团老好人诗人的他开始挑衅 然而他这点小伎俩诗音压根不屑 三言两语就让他无地自容 而与此同时在乐团的办公室里 两个和车诗音有关的男人 乐团的李市长 他直接把这个三年都没有做出过曲子 但还一直待在乐团的废物作曲家给辞退了 此时代表还想帮忙解释 但没成想男人直接同意辞职 这就让刘士仔非常欣慰他的实相 并鼓励他继续保持 而男人也听出他的言外之意 恶狠狠地警告刘士仔也休想乐界 此时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乐团代表 还傻乎乎地去找诗音 让他去和李市长求情为丈夫说几句好话 但不成想被诗音拒绝 说作曲家交不出作品而被开除本来就没有毛病 就是如此冷淡的操作 让代表都有点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夫妻 于是马上就有人送来答案 因为次日一早 知名指挥家丈夫交新女朋友的新闻就铺天盖地传来 这时不止看到新闻的诗音傻眼了 乐团的每个人也都是震惊无比 只有两个当事人还都蒙在鼓里 不明白今天大家为何都对他们指指点点 此时男人的朋友还想帮忙辩解 说他和男人认识多年 他不是这样的人 照片一定是被人合成的 但被乐团里的金凤柱给直接反驳 而且在他看来像诗音这种功成名就的人 肯定无法承受这种屈辱 因为太丢面了 所以他非常肯定诗音会因此离开韩国 而这才是他真正期待的 不为别的就因为诗音在点评演出视频时 说他的呼吸有点问题 让他多锻炼身体调整呼吸 他就因此记恨上了诗音 而他之所以会呼吸出现问题 是因为他是个瘾君子 所以才会在楼道中无一拍下了那件丑闻 并为了报复诗音将此曝光出来 而就是因为这件丑闻的曝光 对乐团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不止乐团代表压力倍增 担心乐团就此倒闭 就连一致千金买下乐团的刘世仔 也被董事集体指责 说他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而就在众人都不知道如何解决这次危机时 诗音突然去参加了电视台的直播访谈 然后在主持人问到关于丈夫的事件时 诗音当即表示自己会离婚 此时看到节目的刘世仔开心极了 想着自己终于有机会了 但马上他就又伤心了 因为诗音说离婚的前提是那张照片是真的 他否认了那张照片的真实性 还说自己的丈夫没有女朋友 刘世仔的眼睛瞪得像同龄 他实在搞不懂这种家伙 诗音为何还要维护 而同样的男人也很不解 不解自己都这么乱了 诗音不但不扔了自己 还说马上有合作的新曲目问世 整个过程只有李亚珍全程苦瓜脸 恶狠狠地瞪着电视上的诗音 等诗音参加完访谈要离开时 刘世仔非一般地赶来 质问诗音为何要这么做 却被诗音再次警告少插手自己的事 然后在丈夫同样也还没搞清楚什么情况时 他被校长叫到办公室 却发现诗音已经等在这里 不但给他解释了那个事件是被造谣 还帮他请好了一周作曲的假期 正当男人感动到不行的时候 诗音告诉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他 他只是破坏了自己的婚姻 他绝不允许男人再破坏他的乐团 就这样在大家的震惊中 诗音取消了乐团这周所有的彩排 然后等代表打来电话质问 说那个废物承认做不出曲目 已经自己辞职了 现在拿什么来完成演出时 诗音只说让他不要担心 演出会正常进行 但其实他并没有任何准备 确实只把希望都寄托在男人身上 然而等他来到男人的出租屋 男人已经在自暴自弃 哭诉自己真的不中用了 什么都写不出来 听此诗音的暴脾气瞬间被点燃 点出男人做事总是轻言放弃 不如意就总是找借口 所以到现在才一事无成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内 诗音一直待在这里 和男人相互配合 争执争吵以及相看两眼互相无语的状态下 一首新的曲目终于诞生了 而曲目名就是向日葵 是男人给诗音的备注 也是他求婚时送给诗音的那束花 而这也让男人信心倍增 突然觉得自己又行了 对诗音诉说着没有他就活不下去的情况 深情的恳求可以和诗音重归于好 可就在此时李亚真气呼呼的灯门 直接拍出自己怀孕的照片 男人一看傻眼了 想拥有一个孩子是他一直期盼的 一时间让他陷入难以抉择的境地 因为这个诱惑对他实在太大 诗音也看出了他的为难 所以虽然有些气愤 但也很快调整好心态 对丈夫发出了祝贺 而就是这句话让李亚真觉得 自己可以携天子以令诸侯 但就是现在不行 他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处理 所以他便催促男人尽快解决好他的私事 而最终以为自己已经是正宫娘娘的李亚真 还是被男人带出了他所谓自己的家 所以他就生气了 质问男人是不是不想要孩子 而男人却说他还没有想好 让女人给他时间思考 他似乎还准备在诗音和孩子之间二选一 甚至两个都不失去 回来后男人说他想静静 而这可真的气坏了诗音 怎么又多出来一个静静 让诗音都忍不住为李亚真打抱不平 要他尽快完成曲目的收尾工作 而诗音真的是低估了刘世仔对他的爱 他嘴上说着要解散乐团 但却一直在背地保护他 那个试图要把诗音赶出乐团的瘾君子 此时也被他找人带到了自己的面前 但男人却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父亲议员的身份 让他早就对这些所谓的财阀有恃无恐 但他怎么都没想到 他口中的一员父亲随后也被请来 还对着刘世仔点头哈腰的 二话不说就先给男人一巴掌 于是这小子就被亲爹给锁在了家里 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 彻底没了捣乱的机会 与此同时 诗音要的曲目终于完成 在从准前夫那离开之前 他把一封文件交给他 里面是他已经替纠结的男人做好的抉择 此时一直担心诗音的露娜 看到诗音终于来到乐团急忙跟着出来 想关心他这两天过得怎样 但诗音接到父亲的电话 让他心中的担心没有说出口 原来那天户外演出结束后 他看到了争执的两人 猜到他们之间不堪的关系 所以他有些担心诗音 于是他擅作主张找到雅珍 把新的乐谱交给他 特别强调这是男人在诗音的鼓励下完成 话里有话就是想看李雅珍的反应 而且他还一直东张西望 试图在这个家里发现些蛛丝马迹 却看到女人开始疯狂呕 让他瞬间意识到什么 而造成李雅珍呕吐的罪魁祸首 依然还在纠结 看一眼诗音给他的离婚协议 再看一眼李雅珍给他的照片 还是没有想好如何抉择 第二天的排练 李雅珍和被爸爸关起来的金凤柱依旧没来 诗音也不准备等他们 直接开始排练这首新的曲目向日葵 也为自己和丈夫的感情彻底画上句号 但在排练的同时 他却依旧和丈夫参加电视节目 还把她说成一个完美的伴侣 可谓给足了她的面子 而也是因此 诗音这场回国真正的首秀 门票开放抢购后直接销售一空 而那个当初买下乐团 恨不得天天待在这里看诗音的刘世仔 最近可是一次都没出现 就待在自己的小黑屋里 看着诗音和丈夫秀恩爱的报道 气得吹鼻子瞪眼 但相对于她的生闷气 李雅珍可就暴躁多了 想求诗音看在孩子的份上把男人让给她 但想了想她又全部删除 这时她拿起桌上的乐谱越看越激动 最终还发颠起来直接把乐谱给撕了 次日在上班的路上 诗音的小谜地助理喋喋不休地说着对诗音的崇拜 听得诗音实在受不了 只好戴着耳机闭目养神 而也正是因此差点要了她的命 此时音乐会又马上要开始 所以在医院醒来后 诗音直接拔掉手臂上的针管 不顾任何人的阻拦坚持出院 直到爸爸出现她才安静下来 而爸爸在安抚好诗音后 更是劝退了所有要留下照顾的人 说她想好好陪伴女儿 于是被一块赶走的两个情敌 就开始互相阴阳 刘世仔更是直接大打出手 随后从刘世仔的口中 男人才知道撞伤诗音的人是李亚珍 他气得直接去找女人质问 而李亚珍却一脸无辜说他不是有意的 但男人已经不相信他的鬼话 所以他终于下定决心提出了分手 此时女人还想用肚子里的孩子挽留 却被男人告知 孩子你生我养 但你我不要了 这可把李亚珍给气疯了 现在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 但世音胳膊又被打上石膏 所以大家都在商量看能不能考虑延期 但被世音直接给否定了 告诉他们音乐会会准时举行 到时他也会出现在现场 至于这段时间的排练就交给曾经的吴指挥 当然这也免不了代表亲自去请 好在最终吴指挥不计前嫌答应帮忙 所有的计划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这边气不过的李亚珍跑来找世音 告诉他这场事故就是意外 本来还想刺激一下世音看他发狂 可世音根本没有那些功夫 因为在他眼里音乐重于一切 还说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离开的时候带上门 这可把女人气得半死 这边刘世仔十分关心世音的身体 被主治医生告知没有世音的检查结果 因为他本人拒绝抽血化验 而这就让刘世仔想到当年 世音晕倒在医院醒来后 他也是直接拔掉胳膊上的针头 坚称自己只是贫血并拒绝任何检查 这不得不让刘世仔十分疑惑 与此同时负责事故的刑警找到李亚珍 告诉他这次事故并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故意破坏了刹车 所以问到了他的怀疑对象 而李亚珍首先想到的当然就是世音 然而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当刑警找上门的时候世音一脸淡然 自己没做过不怕他们查 随着演出时间的接近 世音已经拆掉了胳膊上的石膏 舞台上的每一个细节全都亲力亲为 是要完成这场不一样的手秀 然而此时刘世仔已经查到了世音的妈妈 并得知了他患有雷明顿时症 这种病身体会出现剑动 记忆也会逐渐消失 直至完全失忆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种病有一半的遗传几率 于是在音乐会已经准备妥当 所有人准备就绪 万众瞩目聚焦于舞台 只差世音出场时 他来了 音乐会已经开始 指挥却一直没有出场 此时在大家感觉都有点不对劲时 世音才终于姗姗来迟 然而他看着好像没有什么异样 但紧握的双手已经证明 刘世仔的话让他有些心神不宁 稳定好情绪后演出正式开始 可能是作为优秀指挥家的素养 当他在演奏开始的那一刻就沉浸在音乐中 全程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完美地完成了这场音乐会 但回到后台 刘世仔的话就一直在脑海循环播放 于是他就准备去找男人灭口 他想知道男人是怎么知道的 他的目的是什么 可男人一心让他不要逃避 有病就抓紧医治 而且这种病的遗传几率很高 如果医治不管的话 风险实在太大 但不出意外的他还是被世音拒绝 因为他知道这种病一旦发作 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无法预防也无法治愈 所以知道和不知道又有什么差别 而且如果真的知道了 自己又该如何面对后半生 从乐团离开后 世音就来到疗养院 找到妈妈的主治医生 怒斥他们随意泄露病原的隐私 让别人知道自己可能会遗传妈妈的病 然后他不听医生的解释 警告他如果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保证让他医生的职业彻底到头 然后等世音发泄完准备离开时 正好看到妈妈推着爸爸出来溜弯 而妈妈似乎也发现了他 口中喊着世音 但等爸爸抬头却并没有看到 所以他就以为是妈妈太想念世音 便安慰他下次一定会带女儿来 此时躲在柱子后的世音 回忆起妈妈曾经还是小提亲手时 每次演出结束 他和爸爸都会来给妈妈祝贺 那时的妈妈既是他的老师 也是他的偶像 他看向妈妈的眼神都是带着崇拜 但一切从妈妈的手开始 不受控制后发生改变 他看着妈妈癫狂的样子试图安慰 却被妈妈掐着脖子紧紧地摁在墙上 极度的恐惧让世音时隔这么多年响起 还是恍如昨日 他躲了很久 等发现爸爸妈妈都走后才敢离开 此时负责调查事故的刑警 也找到了丈夫 他们告诉男人 这次事故的原因是 有人对李亚珍的刹车动了手脚 然后从这句之后 刑警的问话他都没再听了 马不停蹄地跑到医院 想为他怒斥李亚珍故意伤害世音道歉 面对惭愧的男人李亚珍绝食了 一脸傲娇地说 我没想到哥哥你还会来看我 然后又把事故的矛头指指世音 男人自然不信 两人再次发生争执 他告诉男人他一定会生下孩子 而且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他 但男人没有资格当这个爸爸 然后说完就把男人给赶走了 此时回到住处的世音 一边喝酒 一边回忆白天看到妈妈的样子 然后不知不觉就喝多了 他梦到自己再次站在舞台上指挥时 手已经开始不受控制 已经拿不住指挥棒 团员们都一脸嫌弃地看着他 而李亚珍更是裂开大嘴笑得无比恐惧 突然他被敲门声惊醒 幸好只是一场梦 这边刘世仔看着秘书给他找到了 国内前五的神经学家和医生 他还很不满意 立马让他重新去找全球最优秀的医师 而男人盯着世音给他的离婚协议 在和亚珍腹中的孩子之间摇摆不定 与此同时乐团的成员出来休息 有人就忍不住地问亚珍谣言是不是真的 而亚珍就毫不避讳地说 不肯定也不否定 回答得摸棱两可 听得一旁的露娜真的有点害怕他给承认了 还说他的玩笑开得有些大了 随后他又来到世音的办公室来找查 告诉世音他会生下孩子 也会继续留在乐团 此话一出世音就猜到 他想让男人带他走的计划落空 压根就不想搭理他的世音 依然毫不留情地下了逐客令 而那个负责调查事故的刑警 不知为何一直觉得这是和世音脱不了干系 虽然没有证据 但在他看来世音的表现就很不对劲 一定不是所有人认为的善良又体面 这边那个试图把车世音赶出乐团瘾君子 也被他妈妈给偷偷放了出来 还提醒他一定要在爸爸选举结束前保持低调 而唯一关心世音病情的刘世仔 寻遍全球的名医 但最终得到的结论依旧还是这个病目前无法治愈 只能靠要拖延症状出现的时间 这让他有些失望 而且此刻刘世仔的前妻也来作妖 他看刘世仔现在的所有心思都在初恋身上 于是他就准备彻底断了他的念想 他要做一个名为天才音乐夫妇车世音和金币的生活纪录片 让全国最重要的是刘世仔知道 人家夫妻恩爱着呢 而对于这个策划 金币当然是直接答应 乐团代表也是满心欢喜 没想到被世音直接回绝 说是他不拍个人纪录片 除非是乐团的纪录片他会考虑参加 随后就起身离开 这让女人颇为生气 然而金币不死心 向女人保证他有办法让世音改变想法 此时毫不知情的刘世仔 带着值钱的三明志和他那不值钱的笑 又跑到乐团准备献殷勤来 却碰到他这个有点气急败坏的前妻 女人毫不隐瞒地告诉刘世仔 自己准备给世音他们夫妇做一个秀恩爱的节目 而且已经获得了双方的同意 还说你这样死缠烂打的献殷勤 也改变不了世音是有父之父的事实 如果不停止别人就会以为你是肩负 这句话的杀伤力实在太大 不但直接把刘世仔劝退 还让他整天都心不在焉的 绿灯亮了他都没有察觉 一直停在路中间都快被人给骂死了 甚至接连几天开会他都是一直走神 前妻的话在脑海中不停回放 导致什么都听不进去 直到这天他在公司看到了世音 一副悠怨的样子问世音不去秀恩爱跑这干嘛 世音也不搭理他 直接问他怎么知道金币外面有人 原来在刘世仔被打击当天 世音接到爸爸电话说是出来聚餐 但到了才发现丈夫也在这里 他忍着不愿吃完了这顿饭 然后送走爸爸后他才终于爆发 男人死气白赖地想要求复合 并且他也知道了世音患有雷鸣顿事症的事 原来在去年夏天男人在陪爸爸钓鱼时 爸爸突然接到疗养院的电话 男人也就跟着去了 然后在他的追问下 爸爸说出了妈妈的病 于是他也知道了世音一直不想要小孩的原因 他告诉世音他不会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曾经不会现在不会以后更不会 但他这个时候说这话 怎么听怎么都像是在威胁 面对如此不要脸的一个男人 世音真的要气疯了 他翻出男人求婚时给他的乐部 回忆他许诺的一生一世 再想想他现在的这副嘴脸 世音真的觉得自己是眼瞎了才会找这样的男人 但他并没有妥协 拿着从刘世仔那里要来的证据 就转手寄给了丈夫的学校 让他失去了工作 当男人打电话过来 世音也毫不避讳说他是旧游自取 并且告诉他们赶紧协议离婚 如果再敢耍花招 照片下次寄的不是学校而是电视台 此时一切终于恢复平静 世音又可以专心投入音乐了 而刘世仔也是满血复活 许久没来乐团的他 又继续来寒情默默地注视世音了 突然天花板滴落一滴水 世音突然想到什么有些恍惚 众人见此都是一脸茫然 突然消防洒水器开始大面积出水 世音才终于松了口气 原来不是自己犯病了 于是在大家抱怨乐器损坏时 就他还是镇定自若 甚至还有点小心奋 这时有人喊他的名字 回头就看到丈夫满脸阴险地 推着自己的妈妈出现 这是他一直不敢面对的 也不想被人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妈妈好像认错了他 他把拿着小提琴的露娜认成了世音 看着露娜手中那把被水淋湿的小提琴 他顿时变得情绪紧张像发了风一般 众人一时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许久恢复神志后看到世音 口中喃喃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又晕了过去 随后赶紧叫来了救护车世音陪同前往 当刘世仔回头看到金碧时 眼中已充满杀气 此时在医院里 妈妈的主治医生告诉世音老人等他等了好久 而且妈妈现在的时间也不多了 但对于他的话世音并没有理会 而是问起这个病起初会出现的症状 医生说感官会逐渐变得迟钝 直到最后感官和神经会不听使唤 当开始丧失记忆后就开始变得暴力 让最亲近的人亲眼目睹他们那副模样 等世音精神恍惚地从医院出来 刘世仔已经等在门口 车上刘世仔询问世音想如何处理渣男 揍他一顿还是见阎王他都可以办到 然而世音让他什么都不要做 他会亲自处理 也就是世音的这个选择 让金碧以为世音对他还有感情 当刘世仔前妻打电话过来 警告他如果不按时完成录制恩爱节目就后果自负时 他看着世音入住的酒店 他一定会完成任务 他直接刷卡进入房间 仿佛换了一张嘴脸 直接用大家最好奇的丈母娘的病作为威胁 逼迫世音和他一起拍纪录片 世音肯定不会答应 却没想到渣男真的会做出来 还好事情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世音很快调整好情绪回到乐团 然而因为出水量太大 现在不但训练是不能用 大家的乐器维修费也高达几个亿 甚至这次的事故还符合保险公司的两不赔 钱只能乐团自己出 所以乐团代表那叫一个头大 而即使这样世音也没让训练暂停 他自己出钱租下了演出用的音乐厅 但团员们却没一个记他的好 有人已经开始谣传说 这次的事故是世音故意的 就是为了制造话题 好在世音终于来了 这群嘴碎的也终于闭嘴 排练正式开始 但就是大家今天的状态让世音很不满意 甚至还说出连小学生水平都不如的评价 于是又菜又爱玩的李亚珍就又来找对了 说是大家的乐器状态都不好 让世音多体谅一点 甚至都不想跟李亚珍在废话 对完他后世音就又马上开始排练 不出意外很快又被暂停 他又言辞犀利地指出两个人的错误 搞得其他的人都深呼吸起来 甚至连在观众席旁观的两个小助理 都感受到世音今天格外的严厉 与此同时留逝在这边 他因为执意要承担乐团的所有损失 而被秘书缠着不停地劝说 说他为车世音这么做过头了 而就是他现在所有心思都在世音身上的状态 让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身边的危险 下班后世音来到了爸爸的乐器店 说是想把爸爸特别给他做的那把小提琴送给某个人 而爸爸虽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但他觉得世音既然会送 那肯定是对方配得上这把琴 所以他没有任何意见 然后说完了这第一件事 世音才终于鼓起勇气告诉爸爸他打算离婚 这次爸爸属实有点意外 但也没问而世音也没解释 所以就导致爸爸有点自责 自责是他当初让女婿看到生病的妈妈 次日露娜看着他那把被摔坏的琴 他拿出手机搜索了小提琴的价格 但自己真的负担不起 他想问姐姐借点钱 但看到姐姐正开心地挑选婚纱准备结婚 他话到嘴边最后还是又咽了回去 此时世音给他打来电话 到了乐团才知道 他是来为妈妈的事道歉 并且把自己用过的小提琴送给了露娜 然而他俩在这里岁月静好时 经历收到了世音寄过来的行李和一张纸条 他告诉男人他很快就会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 所以现在通知他快点找个律师 看到这些男人彻底愤怒 给世音打电话打不通后 他的眼神变得阴险 似乎是要同归于静 于是很快一个关于世音母亲 患有雷宁顿事证的新闻就横空出事 即使刘世仔看到后 第一时间就找人全网撤掉 但该看到的人已经看到 乐团里早已议论纷纷 而早已看不惯世音的李亚珍更是添油加醋 以至他们都忘了排练时间 世音来叫他们排练时 他们还以为世音没有看到新闻 就拿给世音看 但没成想世音依旧平静 就跟这是和他无关一样 这时乐团代表火急火燎的跑来 说是记者已经堵在楼下 而世音则面带微笑来到记者面前 看了眼人群中的丈夫后 毫不避讳地说母亲患的就是雷鸣顿事证 所以他也有50%的几率会得此病 但现在自己很健康 完全不影响线下乐团的发展 如果真的出现无法控制的症状 到时候自己也会主动请辞的 一句话就堵住了众人的悠悠之口 记者离开后金币还追着韩老婆 想给世音解释这篇报道和他无关 然而就在他自己都觉得这话没人会信使 世音竟选择了相信 原来竟是世音自己做的 他就是要打掉渣男手中可能威胁自己的王牌 果然专心搞事业的女人无人能敌 此刻就剩下金币在风中凌乱 与此同时 刘世仔也得知了这一切都是世音自己做的 在想到那天世音说的 你什么都别做我会自己看着办 刘世仔终于明白他的意思 这一刻他更是爱惨了这个女人 解决完金币这个大麻烦后 世音再次来看望父亲 他知道父亲在未带男人去医院自责 所以就安慰父亲这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因为这样反而让他觉得泄掉了心中的大石头 但石头不会消失 因为他马上就要砸向金币了 因为金币信誓旦旦地给刘世仔前妻承诺 一定会让世音拍摄纪录片 所以女人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已经做好了准备 就等节目放出后 让刘世仔彻底对世音死心 他好重新回到刘世仔的怀抱 但现在他怎么都联系不上金币 甚至找到他学校的办公室也不见人影 殊不知金币现在已经被学校辞退 正在各种求职 终于有个愿意要他的 但突然又说出了点状况 而这个状况就是刘世仔 他一番从中作梗 让金币失去了最后的入职机会 气得男人彻底的没了脾气 这边露娜正在擦拭世音送他的小提琴 却在旁边的小盒子里 发现一只刻着名字的钢笔 想到这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所以他就拿来还给世音 而当世音看到这只笔神情 立马发生了变化 伸手去接食手也开始不受控制的抖动 而露娜应该也是意识到什么 所以便主动告辞 此时世音看着钢笔上妈妈的名字 他想起当年被妈妈伤害后 他无比的自责 为了安慰妈妈 他转移话题问妈妈要了毕业礼物 正是妈妈那只工作用的钢笔 想起这些后 世音一直把钢笔带在身上 甚至也有点释然 所以在音乐会开始前 他主动来医院看望妈妈 他知道妈妈很想见他 而他迟迟不愿出现的原因 是不忍看到妈妈变成现在的样子 也害怕将来的自己也会成为这样 让世音意外的是 他的话妈妈全部听到了 而且还扭过头 非常清楚地喊着世音 说着我想你 还安慰世音他不会变成自己这样 这一刻妈妈是清醒的 可能是情绪太过激动 妈妈的身体逐渐不受控制 世音想上前呼救医生 却被妈妈阻止 看着妈妈近乎癫狂地祈求他不要按 世音一时竟有些迟疑 最终世音准时来参加了音乐会 音乐再次让他恢复平静 妈妈那边正在进行抢救 而随着世音演出的完美收工 妈妈的人生也随之结束 世音抬头望向天空 不让自己的眼泪落下 也不知妈妈是否有看到他的表演 这是世音回国后第一次主动靠近母亲 可还来不及说上几句话就阴阳两个 站在妈妈的墓碑前 在充满思念的乐曲中往事如潮水般有来 当年出国留学前明明和妈妈约定 他一定会去看自己在学校的表现 但自己却一直没等到他来 反而收到他确诊雷鸣顿时症的消息 这一消息对他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他不知该心疼妈妈 还是为自己有没有遗传而害怕 所以在爸爸让他回国接受检查时 他选择了逃避 而把他从困境中救出来的刘世仔 此时也来到了陵园 他远远地看着忧伤的世音眼中满是心疼 结束了妈妈的葬礼后 世音没有休息就回到乐团 此时排练是已经修缮如初 于是他马不停蹄地就要继续开始排练 但在此之前 他重新回看了音乐会的演出视频 总感觉这次的演出效果实在太差 所以在没有提前告知任何人的前提下 他擅自做主要进行一次盲选 把不适合的人踢出这个团队 消息一出立马遭到一众人的反对 在他们看来盲选是新加入乐团的人才要参加的 而他们完全没有必要 更重要的有些人担心发挥不好丢掉铁饭碗 然而世音做的决定不会轻易就改变 让大家没事的时候就好好练练 可里亚真做贼心虚 他认为世音现在做的一切都是针对他 只是在找个理由想把自己给开了 就像是学生被老师突然通知要考试 乐团的人这次显然都慌了 有人已经开始在偷偷地卷了 至于有些还没反应过来跑出去聚会 在发现闺蜜怎么说都不出来后 终于也感受到了紧张 随便找了个令人难以相信的理由离开 次日的盲选会上 世音还特意邀请了刘世仔 一是因为他身为理事长 完全有作为评审的资格 二是听说乐团的乐器和训练师的修缮 都是他个人出钱 所以难得从世音的嘴里说出谢谢俩字 随着盲选的开始 每个人都以自己最高的水平演奏了一遍 而世音很快就找出了乐团最大的问题所在 就是这两个被他不止一次提醒过 呼吸不稳频繁调拍的男生 他们声称只是今天太紧张了才会如此 世音猜得完全没错 这两个家伙和那个金凤柱一样也是瘾君子 在被乐团开除当天他们就出来消遣 而就在他们刚收到金凤柱发来的消息时 警察突然闯进来 说是他们因为违反管制法被捕 甚至在次日一早警察也赶到乐团 说是这里还存在第三个瘾君子 说完他们就进入了世音的办公室 非常顺利地找到了想要的东西 因此世音被请进了警察局 而指认他的正是这两个前团员 所以现在证人证词证据全部齐全 只等世音能亲口承认 可相反被他果断拒绝 这个刑警正是调查世音车祸的那个 因为他本就怀疑李亚珍的刹车是被世音破坏的 所以在听到关于世音的案子后 就主动把这个本不该他负责的案子抢了过来 因为在他看来 不同的案子却有同一个嫌疑人 那就说明这个人一定有问题 也不知道他对世音哪来这么大的敌意 反正就是一直紧咬着不放 即使署长也拿他没有办法 所以在刘正仔找到署长让他们立即放人时 署长也是无可奈何 搞得刘正仔只好准备去找高层 要求绕过现在的这些程序 而在这时露娜联系了刘世仔 说他有办法帮世音摆脱这个案子 原来在乐团盲选那天 他有看到一个快递小哥从世音的办公室出来 但正常情况下快递包裹都是放在服务台的 是那个小哥的体型和走路的样子 让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现在想想似乎就是老熟人金凤主 在听完露娜的描述后 刘世仔就再次联系了署长 让他开始调查昨天去过乐团的快递员 和所有相关的一切线索 而与此同时 那个刑警又找到了世音犯罪的证据 就是在世音之前任职的乐团也有成员涉毒案 所以他就理所当然地认为 世音就是准备靠这个东西 把一个三流乐团改造成顶尖名团 世音比喻地说你不会韩剧看多了吧 看他真的好像个傻子 世音就没再把他当回事 只能静下心来开始分析乐谱 但一个曲子都弄完了 他们却还没有任何进展 所以只能主动给他们提供破案的方向 就是让他去审问那两个家伙 是何时何地从自己这里拿到的毒 不出意外的他们两个说的 都是世音在办公室给他们提供的 因为世音说在美国 大家都这样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后态度非常强硬逼着他们吃的 导致他们现在瘾越来越大 而这个回答在世音听来一切就在简单不过了 因为毛发检测可以查出时间和种类 随便一查就可以知道 他们两个是在自己回国前就已经开始了 还说除非吸那个东西 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职业水平 否则自己没有理由逼迫他们那么做 就在这时一个自称证人的来到警局 只认这一切都是金凤柱所为 但就算这样 还是没让警察男摆脱对世音的怀疑 在他看来他们都没想要找证人 证人却自己出现了 这一切来得属实蹊跷 即使搭档已经证实证人说的全是事实 而且世音的检测结果成阴性 也没必要通过贩毒赚钱 可以断定这两个人是因为被开除 而心生怨念才配合金凤柱的 而警察男却依旧还是怀疑 但是世音他是没办法继续扣留了 看到来接自己的刘世仔 世音就猜到那个证人是他派来的 原来刘世仔和露娜见面后 他就开始调查和金凤柱相关的人 所以就查到了这个一直帮助金凤柱的马仔 是他给金凤柱报信那两个家伙 合适会来酒吧 并帮金凤柱给他们两个送的毒品 所以金凤柱才会准时报得紧 以至两人为了泄愤才栽赃嫁货世音 说完整个经过刘世仔就要送世音回家 这次世音也没有拒绝 直接跟着他上了车 而这一幕都被金碧看在眼里 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 哪知第二天乐团门口摆满了花圈 全是在说又是吸毒的车世音完蛋了 赶走毒后车世音 而始作俑者还闲着不够 已经编辑好了内容发给媒体 即使刘世仔又一次把新闻给撤下来 但社交媒体和社群铺天盖地的宣传 局势不可把控 刘世仔只好发出大招 让媒体宣传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金凤柱 并且一定要强调他是议员的儿子 这边来到乐团的世音 却被代表告知他今天没让团员们来 因为现在受世音事件的影响 乐团的会员都在抗议要求取消音乐会 甚至还有一大半要求退出 所以代表想让世音再等等 也趁这个时间休息一下 直到风波平息下来 然而世音拒绝了这个提议 他想休息的话也不会因为这个可笑的指控 代表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态度强硬 确实对世音的伤害不小 回去后开始框框猛贯 这时金凤柱打来电话要求见一面 他有东西要给世音看 此时的世音已经站不起身 等他清醒过来时 不知何时已经躺在了乐团办公室的沙发上 他只记得金凤柱给他打电话约见面的事情 其他的完全没有记忆 这时他接到刑警的电话告知金凤柱已死 而且最后一个通话的人就是他 听到这个消息 再看看自己手上的血迹 世音彻底猛了 清洗了手上的血字后 他就去查看了昨晚的监控 但除了有他进入休息室的画面 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反倒是他这衣衫不整的样子 让工作人员有点疑惑 回到酒店 看到打翻的酒瓶和桌面的血滴 世音这才意识到手上的伤口从何而来 与此同时 警方在金凤柱的身上发现明显的针孔痕迹 所以他们怀疑可能是他杀 但面对他们的质疑 金医员却表现得非常生气 再三警告他们不需要验尸 也坚决否认儿子有涉毒的嫌疑 甚至他还警告男人 如果想要保住工作就不要质疑他说的话 但即使这样 男人也没打算放弃调查 本就盯上车士音的他 现在又遇到了和车士音有关的案 他不可能不管 此时在金凤柱的葬礼上 乐团的每个人几乎都来参加了 而露娜在祭拜完后一直东张西望 似乎是在寻找士音 最终看到士音站在门口犹豫不决 走近才发现士音的样子明显就很不舒服 所以在被他拒绝去医院后 露娜就坚持要送他回家 然而把士音送回来后露娜并没有离开 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确认士音睡着后 他开始翻找士音的包 看到是刘世仔打来的电话 他面色不善地看了一眼士音后 非常地不对劲 而毫不知情的刘世仔就守在酒店外 一脸的担心 除此之外 他还要面对公司董事的指责 责怪他买的破月团让公司损失惨重 他只能再次保证所有的损失 都由他个人承担后 那群董事们才又闭嘴 而相比于刘世仔的恋爱脑行为 他的情敌金币可就厉害多了 在被刘世仔频繁阻挠无法找到工作后 他不知怎么突然有了自信 他要求律师尽可能把协议离婚的时间线拉长 说是他有办法让世音跟他和解 虽然律师不明白他的意思 但他的小心思在明显不过 他就是要等 等到世音犯病后无法离婚 同样的世音也对自己的身体有些担心 所以在醒来后 他就去找到妈妈的主治医生 说是自己出现了失忆的情况 会不会是已经患上了雷明顿视症 但没有检查医生也不敢直接下定论 而且世音也说自己当往喝多了 所以医生安慰他可能就是断片 如果真的这么担心的话 为何不直接做个检查 听到检查世音第一反应就是逃避 但走出医院后他却又拐回来 终于打算直面自己的身体 然而检验结果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出来 所以医生让他不要有太大压力 此时终于醒来的露娜看到世音不见 突然变得非常焦躁 打电话发现世音手机也没带后 他更是又换了负面孔 与此同时刘世仔得知世音做了检查 立马取消会议冲到酒店去找世音 却看到了同样守在这里的刑警 这家伙看来还是不死心 结果被刘世仔一番狂对峙后性性离开 可等世音回来后他却没有追上去打扰 世音随后就联系了代表主动提出降薪 把这些钱全部分给留在乐团的团员 而且他一反曾经的桀骜不逊 竟低声下气地去挨个恳求已经辞职的团员 让他们重新回到乐团 把他们每一个都给夸得花枝乱颤 全成了乐团确一不可的任务 甚至连已经在其他乐团面试了乐团首席的秀真 也被他三言两语给劝了回来 然后在搞定了团员后 世音紧接着就去了电视台 不过没去找刘世仔的前妻 而是找了他的哥哥 也是刘世仔的铁哥们 他告诉男人他要拍乐团的纪录片 而且有把握让收视率大爆 男人不怎么相信 世音却说主持人由金币来做 在乐团纪录片播出的前三天 会爆出他们离婚的消息 想想有谁会不好奇 如果在独家报道离婚的事 这样的条件让男人很难不动心 不过对此世音也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此事你知我知 甚至刘世仔也要保密 而另一边 虽然金凤柱的案子已经强制结案 但刑警已知没有放弃调查 他又来到发现金凤柱的地方 果然在石凤里找到一个关键性证据 当金币听说要让他担任访谈的主持人 而且还是世音特别要求时 他又嘚瑟了 以为世音是离不开他的 整个过程似乎只有刘世仔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所以他第一时间就跑去找世音 委屈巴巴地恳求他不要拍这个纪录片 却被世音告知不管怎样 这个纪录片他都非拍不可 就算是利用金币炒作话题 这也是他一贯做事的态度 也希望刘世仔以后不要插手自己的事情 心爱的女人说出这样的话可把男人气坏了 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有形无力 他被气得暴走 真的想一走了之不再管他 但他又舍不得离开 只能在那集的团团乱转 终于他问出了心中最大的疑问 就是乐团对世音为何那么重要 如果离开了这个乐团 一切烦心是不全都结束了吗 但世音担心的却是因为自己的病 这可能是自己最后的乐团 对于这个答案刘世仔无法反驳 他知道音乐对世音的重要性 所以看着世音他只能一脸心疼 他独自一人来到世音曾经宿醉的地方 回忆着他说的每一句话 不知该如何是好 很快纪录片进入拍摄阶段 金币也久违地来到乐团 看到楚楚可怜的雅真抚摸着肚子 这个纠结哥也不知道想了什么 随后他兴冲冲地来到世音的办公室 本以为有求于他的世音会多看他两眼 但没成想世音看了他三眼 但就是对他爱答不理 于是他又生气了 访谈过程倒没有什么意外 根据脚本世音逐个回答了相关的问题 其中包括曾说过的 如果自己患上雷鸣顿势症 他会自愿卸下指挥职务 指挥台对他的意义就像是战场 他面对团圆背对观众 是所有目光的焦点 似乎在某种程度上 他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 面对的是四面八方的敌人 尽管如此他会站到最后 他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 之后拍摄的便是一些排练的画面 至于刘世仔虽然没去乐团 但他一直都在远程地关注着每一步 好不容易挨到会议结束 准备在办公室好好欣赏世音 却看到前妻已经等在这里 粗位十足地质问刘世仔什么时候 开始变得如此浪漫 他和车世音都分手二十年了 还把他看得这么重要 为了拯救他的乐团 还卖掉了自己的股份 男人让他赶紧闭嘴 不要忘记了他们已经离婚的事实 显然女人低估了刘世仔对世音的爱 可不是靠他的挑拨离间就可以粉碎的 而与此同时访谈拍到了乐团首席 露娜毫不避讳地表达着对世音的热爱 还说要同世音一起把汉江爱乐 变成一流的管弦乐团 但在访谈结束后 他却意味深长地看着金币 问他是不是已经采访过世音了 在得到男人肯定的回答后 他更是一脸玩味地说了句你真了不起 露娜这恶恨恨恨不得把他就地正法的眼神 终究也让金币感受到 他有些疑惑地盯着露娜看了看 也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想明白他有多招人嫌 此时世音看着面前的日历 计算在检查结果出来前 他还会有一次正式的公演 但结果就是这次音乐会的票房低得可怜 而世音却没打算取消 因为他实在害怕这回是他最后一场演出 在演出开始前 金币又没脸没皮地找到世音 世音赶他走他就是不走 还问世音是不是不记得那晚的事了 他说那晚他签好了离婚协议去找世音 世音却跌跌撞撞地对他撒娇 他说他把世音服坐在沙发后就准备去给他拿鞋 但到电梯口想到自己没门卡拐回来时 世音就突然不见踪影 这时他反问世音是不是你的病已经开始发作了 他迫不及待地想听到世音肯定的答复 这样的话世音就不得不卸掉指挥的职务 与此同时刑警找到的那把刀的检测结果也出来了 上面的指纹属于金凤柱的 但血迹却不是他的 而是属于一名必行穴的女性 在乐团这边公演已经开始 而这也是纪录片最后的内容 众人已经准备就绪只等世音出场 可能是受金币的影响 世音竟有些走神迟迟没有反应 直到一旁的导播提醒他才回过神来 他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 演出终于开始 起初一切都很正常 但在演奏进行到一半时他竟看到了金凤柱 再一回头他又看到了妈妈 情绪紧绷得他一时跌倒昏迷不醒 吓得众人手忙脚乱 这个世界真的不能没有恋爱脑 因为他们真的太爱了 车世音在公演现场晕倒后 第一个跳上台的人就是刘世仔 在其他人都担心世音晕倒的新闻 会对乐团产生巨大影响时 刘世仔依然在回忆世音的那句 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乐团 尽管医院的初步诊断只是贫血 但所有人都怀疑 这次晕倒就是车世音并发的前兆 乐团成员们担心自己的前途 李亚珍却小人得志盼着世音确诊 第二天世音醒来后坚持出院回家 送他回去的路上 刘世仔一直欲言又止 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出口 回家后吃到父亲做的饭菜 这份温暖让世音有了稍许的心安 而刘世仔一直守在门口 等到房间熄灯后才离开 不过他的前妻想趁机播出乐团纪录片 他相信收视率一定会大爆 男人心知妹妹是为了谢思愤 才会如此急不可待 可为了让电视台得到最大收益 他认为现在还不是播出节目的最好时机 果断拒绝了女人的要求 此时在刑警那边 他们在找到的那把刀上 不仅发现了金凤柱自己的指纹 还有一个B型血女性的血迹 于是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怀疑车世音 逼着同事让他拿世音之前留下的头发再做对比 接着他们又找到金教授取证 得知车世音有杀死金凤柱的嫌疑后 金教授决定再给这份嫌疑加把火 但很快血液检测结果就证明车世音是无辜的 在寻找一个B型血的女嫌犯仿佛大海捞针 此时乐团代表打来电话 问他是因为何手机关机 辞职也不能就这样留下封信 什么也不说就走了 于是金教授找到酒店 谁知却被前台阻拦 这时刘世仔也赶了过来 前台经理没有在犹豫立马就同意开门 受到羞辱的金教授怒火中烧 可刘世仔进到房间也没有找到世音 没办法他只好拜托警长调查行踪 很快他得知车世音入住了郊区的酒店 刘世仔急忙驱车前往 终于在湖边找到了他 那种失而复得的心情让他上前就抱住了他 女人观察着睡觉的男人 然后偷偷下床拿起了男人的手机 年轻的露娜并不像看起来那样人畜无害 他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这次的投怀送报也早在计划之中 几天前他曾经偷听到助理的通话 因此怀疑助理是受某人指使安插在车世音身边 得知世音提交辞职信后他十分伤心 在年幼时他有过被母亲抛弃的经历 是世音如偶像的他再次感受到了这种背叛 为了查出真相阻止车世音辞职离开乐团 他什么都可以做 此时的世音远在偏远郊区 刘世仔陪在他的身边 即使世音下了逐客令也被他立马驳回 这个霸道又心疼人的样子是我都嫁了 20年前世音得知会遗传母亲的罕见病后跳海自杀 他和刘世仔就是在那时相遇 没想到多年过去 在车世音又一个人生低谷来临时 陪在身边的还是刘世仔 他温柔又耐心 体贴又专情 抚慰着车世音的内心 看到车世音的状态逐渐好转 刘世仔十分欣慰 没想到晚上他看到了垃圾桶里扔掉的信纸 是世音写给父亲的信 每张信纸都写了一句话就无法继续 他猜到世音打算在这里了结余生 心疼之余怒气也涌上心头 世音也并不想如此离开 可他实在无法面对失去一切的后半生 也不想重蹈母亲的惨痛遭遇 并且让父亲再经历一次 如果他发病离去实在太过自私狠心 他想趁着还有自主选择意识的时候离开 而不是变成一具麻木的躯体躺在床上 刘世仔十分理解世音的无助和痛苦 事到如今他能做的也实在有限 重新回到现实生活后 世音决定先了结离婚一事 为此愿意满足金教授提出的所有条件 但金教授依然拿世音失忆的事情来威胁并拒绝离婚 还质问他昨晚都去了哪里跟谁在一起 世音觉得现在的谈话根本毫无意义 告诉金碧有什么事情可以找自己的律师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此时露娜再次找到世音劝说他回到乐团 谁知这时父亲却带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原来之前住院时世音做了血液检测 结果检测出有中毒的迹象 而这可能就是他在指挥台上晕倒的原因 这时露娜却说他知道幕后黑手 并拿出了之前偷拍到的助手的聊天记录 那上面全是刘世仔主妇表弟 给世音准备的各种便当和咖啡 这让世音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他愤怒地找到刘世仔公司 质问他助手是否是他安插的眼线 幕后黑手到底是谁我们下集见 一心搞事业的女指挥 却深陷婚姻和事业的阴谋之中 几天前甚至直接晕倒在舞台上 他以为这是自己遗传病发病的征兆 没想到血液检测后 医生却告诉他是有人故意下毒 中毒症状跟遗传病的发病表现十分相似 该种成分目前还处于研究阶段 微量就可能致人昏迷 车世音没想到竟然会有人如此大费周章 气愤之时他找到刘世仔质问 但看他一无所知的样子也不是装出来的 幕后黑手应该另有其人 露娜十分关心事情的发展 她劝世音不要报警以免打草惊蛇 而世音想到乐团已经声名狼藉 为了乐团他也决定暂时将事情保密 世音一直在思考演奏会当天接触过的事物 虽然嫌疑人很多 但最终他怀疑家里经常喝的咖啡有问题 那是金币之前买回来的 为了查明真相 他将这些咖啡送到了检测部门调查 此时的乐团已经完全停摆 为了劝车世音回到乐团 露娜想让成员们写下联名倡议书 只有李亚珍站出来公然反对 最后直接愤然离场 随着腹中胎儿的长大 他即将无法隐藏怀孕的秘密 可未婚单身母亲的身份让他无比焦虑 看到其他家庭的幸福 就像一把刀子插在他的胸口 成员们带着联名书找到车世音 劝说他回到乐团 毕竟车世音是否会发病还是未知 没有必要现在就离开 而且没有人是100%完美的 成员们也或多或少都有职业病 在大家的支持和挽留下 世音再次回到了乐团 但他并没有真正改变决定 因为他还觉得自己的病随时都会发作 如果坚持留下对成员的未来来说实在太不公平 因此会在在下次公演结束后 他会正式向成员们告别 另一边的金教授依然在想办法拒绝离婚 他想利用世音并发申请监护权从而控制世音 但想要达到这个目的 首先必须要有罕见病并发的确诊书 于是他又偷偷找到世音的主治医生 想先直接将世音送到医院治疗进而控制 医生意识到说了不该说的话 金教授没想到一向逃避检查的世音 竟然已经接受了抽血检测 世音到底有没有遗传罕见病吗 纯爱战神刘世仔有钱有势 可惜直到第十集还没有俘获女神的方形 好不容易刚刚有一点进展 没想到得知助理是刘世仔的眼线后 两人关系迅速恶化 尽管下毒之事另有其人 这次见面并没有让两人关系有所缓和 世音也拒绝了配备保镖的建议 而助理因无法再继续留在乐团 很快就递交了辞职信 只有找出真正下毒的人才能除掉后患 否则世音会一直活在危险之中 为此刘世仔找到警局的领导 要求深入调查中毒案件 之前一直怀疑车世音的警员自告奋勇 毕竟他为了此前的案件花费了太多时间 对于谁是凶手也充满好奇 另一边面对成员们的猜测 李亚珍只好挺着肚子承认已经怀孕 这让原本已经沉寂的出轨绯闻再次甚嚣尘上 大家都怀疑金教授就是孩子的生父 老朋友偷偷向金教授询问李亚珍怀孕的事情 吓得他只好一直装糊涂 当晚愤怒的金币就找到李亚珍家中质问 他要求李亚珍马上辞职离开韩国 他会提供孩子的抚养费 与其让孩子以后被指指点点 不如现在就远离是非 这些话让李亚珍十分气愤 他口口声声说为了孩子的幸福要留下 但其实不过是为了自己的不甘喝执念 与此同时世音得知送茧的咖啡并没有发现有毒成分 医生告诉他这种毒品无色无味 并不需要直接入口便能发挥作用 车世音注意到桌上使用的香水 这还是之前金教授送的礼物 而现在他发现平台十分奇怪 想到金教授可能早在两人关系恶化前 就预谋让自己并发 人心之可怕让他实在震惊 这时的金教授正在接受媒体的采访 他一边表达对妻子的爱意 一边表示即使妻子患病也不离不弃 但很快一条新闻就揭穿了他的谎言 因为世音的反击已经开始了 那个关于他们两人签字离婚的新闻已经放出来了 金毕怒气冲冲找到乐团 但最终他也根本没占到什么便宜 李亚珍看着两人闹僵自然幸灾乐火 可惜他低估了金教授的卑鄙和阴险 几天后警察再次找到车世音 但这次是为了让他协助找到凶手 车世音说出了自己对金教授的怀疑 刘世仔偷偷躲在一旁听的一清二楚 可杀死金凤柱的嫌疑人是必行血的女性 这跟金教授并不相符 而此时李亚珍正在填写孕妇手册 资料栏中他的血型正是必行 这难道是伙同作案 深夜金毕不知接到谁的电话来到河边 而这里正是金凤柱遇害的地方 就在他毫无防备时 上集说到金教授遭人暗算倒在河边 一番挣扎后他就失去了意识 多亏路人将他送到医院 这才捡回一条小命 原来昨晚他收到一条匿名短信 声称可以提供车世音的秘密 金教授想用这个秘密威胁车世音撤销离婚诉讼 没想到最后偷鸡不成18米 现在只能躺在床上 经过检测在世音的香水中发现了有毒成分 如今在金教授体内也发现了相同成分 但警方还无法确定嫌疑人和行凶目的 给金教授发送短信的手机号已经被弃用 加上案发现场的监控只拍到了金教授的身影 没有凶手进入和离开案发现场的镜头 因小金死亡的案发现场也是如此 警方怀疑这两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 得知嫌疑人是B型血女性后 世音在乐团中发现了三名可疑人员 其中包括李亚珍和露娜 警方开始派人跟踪这三名成员 李亚珍因为和金教授之间的感情问题 成为了最大嫌疑人 而且他这几天还联系了中介要紧急售卖房产 因为凶手还未落网 世音依然处在危险之中 他担心家人因自己受到伤害 思来想去只有刘世仔可以托付 很快刘世仔就安排了保镖跟在世音家人身边 乐团即将迎来最新的演出 但这是车世音的最后一场演奏 他公开表示自己会在这场演出后正式离开 得知这个消息露娜十分震惊 加上排除刘世仔下毒的嫌疑后 世音又让助理重新回到了乐团 露娜对此充满怨气 毕竟她为了打探消息还使了美元计 现在竟然是这个结果 心绪不宁后露娜练习也不在状态 最后还拉断了琴弦 世音询问她为何反常 露娜坦言自己从小被养父母抛弃 听了她的演奏才重获新生 对她来说世音比家人还重要 是她梦想的化身 所以不能跟世音分开 如此要求可世音音无法给出任何承诺 只能将喝醉的露娜送回家中 另一边警方开始调查有毒成分的来源 目前只有几家实验室有此毒品 但他们都不肯主动承认药品丢失 刘世仔想办法拿到了几个实验室的数据 经过几天忙碌的查找 终于找到了泄露有毒成分的研究员 正是露娜的姐夫郑勇 原来露娜之前发现姐夫出轨的事 她拍下照片留作证据 并威胁姐夫盗取实验室的有毒成分 否则就将一切告诉姐姐 可是世音对郑勇根本没有印象 但她却记起昨晚在露娜家 看到过这家实验室的台里 难道露娜就是凶手 两人急忙来到露娜办公室寻找证据 找来找去并没有发现一点 这时刘世仔看到办公室的几盆花十分奇怪 有的十分健康 有的却奄奄一息 她拽出枯萎的花苗后 发现泥土里藏着一小瓶粉末 此时郑勇发现警方已经找上了门 她找到露娜质问那些有毒成分的用处 露娜得知事情已经带路 恰巧助理因为对露娜与情未聊找来家中 可惜露娜对她毫无感情只拿她当工具人 露娜如此大费周章到底为了什么呢 李英爱新具大指挥家大结局来了 金教授是被冤枉的 所有的罪行全都是李露娜一人所为 发现李亚真怀了金教授孩子后 她就去动了李亚真的刹车 让她无意撞到了士英 而就是这次她偷听到士英和爸爸的谈话 得知士英可能患有雷鸣顿势症 这时她就已经威胁姐夫搞到了斯科提拉米 之后在涉毒事件士英被释放后 她给士英看了乐团门口摆放花圈的照片 士英直接就去了乐团 她却留在酒店 这是她第一次在士英的香水里投放了毒品 然后在金凤柱联系士英时 她就站在男人的身后 给她注射了一针管的药物 而金凤柱本就准备了凶器打算要伤害士英 所以直接用手中的匕首进行反击 但药物反应太快 她只是划伤了露娜就在无还手之力 随后又被推进了水中 此时露娜完成了她真正的手杀 而至于士英她也说得很明白了 谁都不可以伤害但除了她之外 至于原因后面会通过姐姐之口说出 所以她之后继续在士英香水里投毒 并在得知士英离婚后匿名约见了金教授 准备用同样的方法杀害她 却因为有路人出现让她没有完成最后一步 此时已经意识到露娜就是凶手的士英和刘士仔 正要向代表打听露娜家的地址 却得知小助理已经先一步去了 而这让他们意识到不妙 所以在通知警方的同时 也第一时间赶到了露娜家里 但此时露娜早已逃之夭夭 只有小助理躺在血泊之中生死不明 不过也是因为她这样 让担心她的表哥获得了女神的安慰 最终手术成功小助理捡回了一条命 这时士英才有空重回露娜家里 也在这里遇到了她的姐姐 但其实她俩并不是亲姐妹 只是被同意对养父母收养 姐姐告诉士英她是整件事的核心 提醒她一定要多加注意 随后讲起了露娜小时候的经历 露娜其实被领养过两次 所以养父母对她也是格外的关爱 露娜也自然而然的很孝顺他们 之后妈妈因为糖尿病倒下 也是露娜照顾她直到康复 但之后妈妈就开始频繁进出医院 而露娜也是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帮她量血压和注射胰岛素剂量 非常的认真负责并且还毫无怨言 所以也让妈妈特别的依赖她 但那天姐姐发现 露娜在日志里记录的数据和实际测量不符 问她就说是姐姐看错 态度真诚到姐姐也怀疑是自己的问题 可就是从这之后 每当妈妈打算来找姐姐 或者要跟朋友去旅行时 都会立马住院 就像是她不该离家一样 直到妈妈离开人时 大家都还以为是糖尿病 以及并发症导致的 然后妈妈过世后 露娜就开始非常关注士英 起初姐姐只以为是单纯的崇拜 可后来却变得非常过头 甚至为了见到士英打算出国流血 姐姐猜测她之所以给士英下毒 和之前害妈妈的原因是一样的 她不是单纯的爱或者没有爱 她只是想把能依赖的人 牢牢地捆在自己身边 她害怕失去 或者害怕那个人移情别爱 至于那个人是活着还是死去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不能离我而去 露娜这几乎疯癫的控制欲 让她逃走时也放不下士英 一直跟在她附近几次想要靠近 但都被突然出现的警车阻止 而此时得知所有真相的士英 想到了露娜曾说过 她一直想要和自己站在同一舞台上 演奏那首让她开始产生爱慕的曲子 所以等次日来到乐团 她就告诉团员公演照常进行 原本演奏的曲子也照旧不变 只是会增加帕萨卡亚舞曲 以此来引出露娜 但为了大家的安全到时候会由她独奏 然而却遭到团员的反对 大家纷纷要求加入 甚至连一直唱反调的李亚珍也举起了手 之后士英更是单独找李亚珍谈话 劝她最好退出 毕竟还怀着孩子 甚至不给士英继续阻止的机会 她坚持要参加这场公演 她告诉士英人生的状态本来就很难说 而且如同士英一样 这也将是自己在汉江爱乐的最后一场演出 结束之后她就会离开这里 去国外和家人待在一起 所以她不会放弃 至此两人全都各自释怀 昏迷的小助理也终于醒来 不过和她哥一样也是个恋爱脑 醒来第一句就是关心露娜有没有事 把刘世仔都给气笑了 但很快她就得到士英要用自己引出露娜的消息 于是刚刚醒来的表弟她也不管了 直接气呼呼地冲到乐团 想让士英放弃这个决定 可士英坚持不肯改变 因为这也是她保护身边人的唯一方法 于是很快相关的报道就被放出 士英也公开宣布为这次公演准备了特殊节目 届时她会以非指挥的身份上场 和李露娜共同演奏帕萨卡亚舞曲 而就是如此赤裸裸地公开喊话 露娜怎可能不明白这是给她设下的圈套 所以她真的会去吗 很快公演的日子到来 乐团特意放出了露娜和士英的巨幅海报 万事俱备只等露娜出现 随着演出开始 乐团顺利地进行着原定曲目的演奏 并将此全程直播 就是要全方位地勾引露娜自投罗网 但他们的计划却并未奏效 因为已经看到相关报道的露娜此时却在汽车站 已经买了去木浦的车票即将离开 所以在第一部分结束 士英已经换好了衣服准备上台时 露娜也不曾出现 于是这只原本要和李露娜搭档的曲目 士英决定一个人完成 但在大家早已放弃露娜会现身时 她却快步从观众戏出现 一脸微笑地进入了演奏 这一刻她终于实现了和士英同台表演这首曲目的愿望 看着士英 她回忆起和士英独处时的一幕幕画面 她就感觉此刻舞台上只有她和士英两人 她穿着漂亮的演出服和士英完美配合 闭曲作罢 他们收获了观众热情的掌声 不管是场梦还是现实 她终究是完成了心愿 即使明知这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此时警察突然出现 自知无力回天的她拿出准备好的匕首 她想让士英永远也忘不了自己 就在众人紧张无比时 露娜站在士英面前 不久士英彻底从乐团辞职 准备放下一切出去旅行 出发前她先去看了已经醒来的金币 这家伙现在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一会记得士英是她老婆 一会记忆又回到了他们结婚前 满脸憧憬着他们的未来 然而从主治医生那里了解到 斯科提拉明的副作用影响了她的精神状态 检查结果没有任何异常 但就是不知道为何她没有恢复记忆 至于她到底怎么回事 士英也不打算知道 但就是她确实也挺可怜的 本以为会来跟她相爱相杀的李亚珍 也是已经彻底放下了她 带着还未出生的宝宝离开了 在士英的送行宴上 刘世仔也带着已经完全恢复的表弟出场 大家有说有笑都是非常开心 现在乐团指挥的位置又重新回到副指挥手里 似乎一切都未发生改变 但和当初不同的是 士英收获了一众朋友 并且大家一个个的都很期待她的回归 结束了乐团的聚会后 士英申请了探监 但却被露娜拒绝 说是不想让士英看到现在的自己 她只希望士英能够记得她在舞台上演出的模样 最后一站士英去看了妈妈 拿着她还未看的雷鸣顿式正检测结果 准备和妈妈共同揭晓 至于结果士英没说 但她对妈妈笑了 似乎在告诉妈妈如您所愿我没有遗传 等士英告别妈妈离开时 刘世仔已经帅帅地等在一旁 这个千亿霸总已经任性地辞了职 他说士英要去的地方不能没有她 她得跟着去才行 这次士英没有拒绝只是微笑不语 至此大指挥家迎来了大结局 和预期一样 士英和刘世仔的感情是一个开放式结尾 但这两人渐行渐进了画面 不就是happy ending吗 我是大鱼讲电影 感谢大家的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部剧再见